今天不是就开会吗 我要你帮忙 你能给我帮啥吗 拿着外面拿着帮 拍视频的 这时候放假之后这几天的行程 天天就是熬夜看电视 白天睡觉 啥感觉 挺好的 但是我闲下来是有点空 所以我要给你帮忙 今天希望你去化妆 昨天跟老王都已经对接好了 今天他负责会场的固执 等一下还有一些公司的老师 他们都会过去 以前开会都是我不执会场 我拉货拉东西 今天呢我成了女主角 不用去不执会场了 今天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站着穿了一个裙子 第一次穿这么没动 毕竟是我首发的 先把墙搭好了 这个行架在装是吧 对 你们洗澡车了吗 吃好了 老大来了就知道在干活 如果你被绑架请眨眨眼 哈哈哈哈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提前给大家盖好账号 到了签约 直接签就好了 是的 免得排队时间太长 容容在装抽奖剧 我们现在已经人路上去续了 都已经到了 还有很多人刚刚给我发信息 都已经在路上 我们现在已经来了很多人了 已经安排体验了 带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 现在这边已经都开始在棋验了 会议马上就开始了 屋里的人都已经来齐了 老大感觉现在有点紧张了呢 以前开会的时候都不紧张 去哪都行 在哪都能讲 现在手心都是汗 因为这次你会主办吗 对 你会跑大梁的 今天这个会议呢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很多人认识我 知道我 我经常跑会 团队的会 公司的会 我经常参加 但是自己独立去办会 确实是一个压力 首先在这里呢 要感谢公司 胡总给我的支持 亲临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把这个掌声送给胡总 好不好 好 我想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我是一个90号三宝妈 我跟我前夫认识的时候 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 我的经历就是 相亲 生子 结婚 创业 然后被吹鬼 被离婚 被抛弃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 绝望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过那一种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很多人认识我的都觉得 太太是个小太阳 每天嘻嘻哈哈的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经历 当时我们来到河培这边的时候呢 怀着用50块钱 自己能过一个月 就在16年的时候 我一直在相信 他会中山再起 他在为我们努力 我感觉我自己在洗脑 但是我等来的是背叛 我等来的是小山跟我发信息说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一年了 我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依然坚信 我要把三个小孩给留在身边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 我的人生已经开始一大半了 我家孩子 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不想去放弃他们 每天晚上都是一类洗面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还是要化浓浓的妆 要出去做生意 因为一边是无奈 一边是现实 我经历那么多事情 我跟你们说我离婚我都没哭 让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就是因为当时跟我吵架旁边的一个女的 说我没有男人 我当时一瞬间 脑子里面所有的画面就出来了 我说我没有男人咋了 我没有男人 我靠我自己 我把三个孩子养得很好 我比你活着光鲜亮丽 我比你活着高大上 但是 我当时可以自己狠狠地下决心 无论我经历任何事情 我都要靠自己去努力 我一直在坚信 我靠我自己 我可以 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 我可以把孩子给养好 只有一个点 我必须做 因为我不做 我就无路可走 所以我一路走过来 就比成了自己不服输 不愿意服输 不甘心 我不光是一个宝妈 我更是一个女性 更是我自己 现在孩子的教育 不是说你二十四小时 陪着他就可以了 对于我来说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就是严传心教 因为严传心教 是可以让他们享用一生 因为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宝妈 孩子的人生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也不会当靠兵 也不会抛弃 也不会放弃 妈妈就是孩子最好的第一任老师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创业的原因 因为我想要给孩子的 不光是吃喝拉撒 每天像个免费的保姆一样 在他身边拽有 他只会嫌你烦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 真正给孩子带来一个形象和榜样 成为独立自信的女性 是我们所有女人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所有女性必休之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会议高光时刻 啥感觉在这待了一天 还行 那你现在可以收东西了 好吧 现在是七点不到六点半了 收到东西我们吃饭就可以回家了